叶宇俊弹吉他 我是叶宇俊 今天要来介绍的是在吉他上的蓝调乐剧 连线手法教学 之前第110集五声音阶连线教学中 有网友王翔留言说 坐等老师出大调音阶还有布鲁斯的 本人说到做到 而且其实五声音阶本来就和蓝调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今天算是上次五声音阶连线课程的再延伸 今天要弹奏讲解的乐局会是这样 我先示范一次 这个句子的用音选择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 使用小调五声音阶并加上大三度音 我弹奏的和弦是在A7之上 所以我使用的就是A-Pentatonic A小调五声音阶 并且再加上A的大三度音C sharp 让整体的声音具有A7的major声响 首先我弹奏一弦12个E并滑到10个D 接着弹奏8个C并垂弦9个C sharp 再来弹奏二弦10个A及8个G 完成第一组序的弹奏 紧接着我会往下低8度 再弹奏两次一样的句子 像是这样 这个手型概念和上次第110集的教学是一模一样的 建议不熟悉的朋友可以先去复习一下哦 最后在滑弦到6弦5格A后 我弹了一组双音的句子 同时弹奏三级四弦的第5格 随后垂三弦6格 再度形成和弦A7的大三度音C sharp 并弹奏四弦上的7格A及勾弦5格G 像是这样 这个有明亮感的小三度移动到大三度音手法 也就是蓝调里很常使用的一个声响手法哦 最后很简单 就滑弦到二弦的10格A及8格G 并最后再回到A结束 而前面示范中的第4小节是我个人即兴的句子 原则上都是使用今天的概念去延伸出来的 以上是今天蓝调乐句连线的教学 创意是无限的 也可以用今天的想法去创造出属于你的句子哦 请订阅叶宇峻弹吉他 记得打开小铃铛才可以第一手接收讯息 也帮我的粉丝页叶宇峻吉他工作室按赞 要追踪并打开抢先看 就不会遗留任何的更新讯息哦 本频道将于每周三晚上8点发布新的影片 叶宇峻弹吉他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